好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講者 介紹穿的比較正式的 一萬多金三重無焉子嗎 不是 因為我是菲美新潮醫師長的無焉 那他今天會先開始講 會稍微整理一下各種不同的論述 然後接下來六位是代工廠女士 他現在是經濟民主聯合的造極人 大家就開始熟悉了從318之前開始 那我就不多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就先把時間交給兩位 大家好 我是小新吳俊彥 我是在318運動前就開始在參加社會運動 當然因為服貿的關係 就開始有參加反服貿運動 那在反服貿運動結束之後 有創辦了這個台座維新組織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把台座維新 跟民主鬥爭整合成民主維新協會 那我在這個月的時候退理事長的部分 因為自己本身要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去 那在318運動結束之後 那我們跟這個賴座維新 一直都有在合作 關於就是反服貿運動的收尾 什麼叫收尾 就是因為在當下其實我們 處於一種幾乎是 用民間的力量 很弱小的力量在去對抗這個政府 應該說台灣跟中國 對於服貿、貨貿 就是整個EGFA的推進的這個議程 那來去抵抗 所以其實選擇 能夠選擇的運動路線沒有很多 但在本土證 也就是說民進黨柚子證的時候 我們就在思考說 那不管是台灣對中國的經貿協議 或者是對其他國家的 這個任何的這個經貿協議 我們到底政府跟這些台灣的企業 就是說跟產業界的這個溝通 到底順不順暢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反服貿運動 也就是在經濟的這一塊 我們做過了很多關於這個產業調查的部分 那但是就關於政治的這個議程的部分 我們也當然非常關心 就是說台灣獨立運動發展到今天 那尤其是大家可能看起來很沙沙 就是說台獨的這個理論 學說這麼的多 那我自己本身過去在 上一半月結束的那段期間 我自己本身也是主張 中華民國是指名政權 這個中國國民黨 一票這個高級外省人 跑到台灣來指名這個台灣人 用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但是我後來發現說 在理論跟對應到社會的現實 有很多說不過去 沒辦法自圓其說 然後運動難以去施展 然後最主要是沒有辦法去思考說 如何帶著全台灣的國民 往下一個階段去邁進 也就是說在理論上面跟這個現實的這個現狀 不符合的一個狀況 那再加上台獨運動其實發展到今天 其實我們會注意到說在 我們的主題叫做台獨滑獨一起來 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有辦法很好的去把滑獨跟台獨給定義清楚 因為通常呢 坐在這裡的這兩位呢 都會被歸列在滑獨裡面 就是我看太宗鄉的意思 我們還在講說 到底是你害我變滑獨 還是我害你變滑獨 光在318運動結束之後 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說真的有一群滑獨 他們是所謂的外省 他們已經認知到 整個中華民國來到台灣回不去了 他們把中國共產黨當作是肥黨 他們竊取了這個正統中國的位置 那當然他們也認知到 他們回不去到中國大陸 那他們的主張就是 中華民國現在是一個民主 而且獨立的國家 那他們會不會去支持 台灣往一個正常國家 也就是以台灣為民 然後不再爭取 或是說去除掉任何可能 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爭取正統中國的代表權 的任何的這個因素 在裡面的這樣子的一個 運動的方向 他們有可能是會支持的 但他們在這一塊 是比較費農和消極的 因為在情感上 他們還是會希望 維繫這個中國正統法統的 這個這個朝代的 這個一整個中國法統 他們會希望維繫住 那但是在318運動結束之後 看到很多年輕的這個 台獨建國的支持者 跳出來 但是他們不見得能夠 應該是說後來把整個 對於國家地位的 或國際地位的這個認知 簡化成 你覺得現在是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你覺得是一個國家 那你就是華爾 不是一個國家 那你就是台獨 因為簡化成 是不是國家去整 但是 所以我就有 花了很多時間 去慢慢整理各家的 理論跟學術 在廢神運動開始之前 這個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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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目前整理到的一些學術 整理給各位看一下 過去 其實在台獨運動最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在主權未定 那台灣的地位為什麼這麼的複雜 其實要去講 我們台灣過去是被日本給殖民統治 那在二戰中戰之後 因為這個就金三合約的關係 並沒有明確的把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要交給誰 那那個時候 呃 蔣介石 他是依據那個 麥克阿瑟 這個第一號明點 來到台灣這邊 去實施 就是代工軍 來去接收台灣 但是沒有想到 欸 中國國民黨 跟中國共產黨 他們內戰 中國國民黨 敗戰 打了敗戰之後呢 他就帶了一匹武裝的難民 然後 來到了台灣 那 那個時候 因為他就是在 台灣實施的這種 呃 軍事戰 然後 侵害了台灣的人權 然後或者是實施了一些 歧視性的一些制度 他把整批的這個 官僚體制帶過來 然後還有一群難民帶過來 到台灣 那有實施了這種 歧視性的一些 呃 制度 然後高壓的統治 所以 呃 台灣的那個時候 要做台獨運動 他最重要的一個 法律依據 齁 也就是運動的正當性 就是依據這個 由這個 台獨主權 是未必的 這樣子的一個 理論清楚 做了一個出發 就是 主張 中華民國是 這個殖民台灣的齁 那什麼時候開始會有 主權一定的這個主張的變化 其實也是隨著 我必須要去講 就是說 國際法它其實是流動的 不是一成無變的 齁 它會隨著整個 呃 國際情勢還有 國內的一個社會的環境 改變 然後 而去改變 那後面從殖民政權說齁 去延伸到 呃 新生國家論 新生國家論 它這是由 許世凱 前出的代表 他提出來的 那他提出來的 就是說 什麼時候 有一個現代的國家 出現在台灣 那如果依據國際法 來去講的話 這個國家構成的要件 就很簡單 就試了 一定的人口 固定的人口 然後一定範圍的領土 然後跟有效統治 有效治理的政府 跟與他國家有能力 就構成這個國家的四要件 齁 就有點像 你一個人 有心甘疲悲症 會假化貴程度 齁 你就構成了 儘管你是個壞人 但我們不會說你不是人 那中華民國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我們不會說他不是一個 國家 國家的要件是這樣子 齁 那個有點側遠 回來去講 新生國家論 他就是主張說 雖然 這個蔣氏集團 他在台灣去實施了 這個 比如說像 高粱的統治啊 然後也有發生 白色恐怖啊 侵害人權啊 那那個 在推之前 有這個228 然後再來有白色恐怖 那儘管是如此 但是 在 台灣人的運動的 努力之下 當 我們 開始實施 就是解嚴 然後還有這個 總統之選 國會選民派選 等等的 一個現代國家 就逐漸形成了 那 國家進化論的部分的論點 也差不多是這樣 那 兩個的差別就在於說 新生國家論認為 我們是一個事實的獨立國家 但不是一個法律上的獨立國家 要完成法理的態度 必須要先完成一件事情的是 以台灣民意加入聯合國之後 然後 台灣人必須去宣誓 有想要去獨立建國的意願 並且以台灣民意加入聯合國之後 才完成了法理上的獨立國家 這是新生國家論的一個倡議 那 國家進化論的倡議是 我們 現在已經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了 現代國家已經形成了 它 必須再往下一個階段走 就是要透過自先證明 然後加入聯合國 讓一個現代國家 不正常的國家 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那 我把資金政權說 放在族權疑定跟主權未定的這個中間 然後 又偏欲跟偏欄 其實最主要是說 要主張主權未定 去用1950年的這個 最近三合約 這個台風主權 因為 並沒有把這個主權明確地交給誰 來當作運動的基礎 那它所衍生的具體做法 我有把它搭到最後面 就是具體倡議的一些做法 那一直到 就是這兩年 都花時間在跟 台風主權未定論者 在做很多網路上的論戰 那第一次公開去討論這些事情 這個也算是第一次了 那去討論說 關於台風主權未定論 因為目前在台風法庭建國連線 他們的倡議就是說 呃 我們必須 欸你們應該有聽過那個slogan嗎 就是中止代管 然後 台風住民自決嘛 住民自決 那但是有一個問題 要提出來挑戰就是說 台灣其實在 聯合國有一個托管委員會 他那個時候是為了要去協助殖民地 能夠去實施住民自決 但是台灣其實並沒有被 納入到聯合國的托管理事會裡面 台灣那邊不算是一個托管地 所以適不適用中止代管 這一個主張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那個時候 他們有一個倡議 就是說 因為台灣跟澎湖的住民 他們有權利 來去實施民族的自決 金門跟馬祖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他們的主張是 中華民國是非法的軍事佔領 台灣跟澎湖 中華民國的領土是在金門跟馬祖 那那個台灣跟澎湖這邊 必須去實施這個住民自決 但是他這個是提出了一個 歧視性的資格 那是什麼歧視性的資格 就是說 在1945年前的住民 台灣跟澎湖的住民 也就是所謂的所謂的本省人 可以來去參加這樣子的一個功考 那1949年之後 來了 被定義為 那定義那個叫什麼 非法難民 在什麼 非法 非法移民 那當然這個倡議上面 就跟社會有點背離 這些超現實嘛 那所以我們就提出這樣子的 理分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你到底要如何去用一個 六七十年前的一個國際法 然後去忽略掉這幾十年來的 台灣的一個變化 國際法的流動 然後並且倡議出一個 歧視性的一個資格的公投 我認為這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自己的主張 理論對台灣地位的主張 也是從過去的未定 走向了現在的移定 台灣的主權 移定就是屬於 全台灣兩千四百萬人 我現在快兩千四百萬人 那他的範圍 就是太紅金馬 那我沒有像 就是幾位勇敢的那個兄弟講說 國父是蔣介石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說 是不是一定要設定一個國父 這個概念應該要被挑戰 一個現代國家的行程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國父 那這個我覺得 可以蠻值得討論的 那國父是不是只有一位 這個也可以好好討論 不過這個就不在我這次的主題裡面 那其他的論述呢 那個主權 有獨派倡議主權屬PRC 他們認為說 就是當今天 中華民國他的那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建國之後 中共在中國建國之後 中華民國就等於滅亡了 被他被取代了 那所以台灣跟同國的主權 應該是屬中的 這是某一種倡議 所以他的倡議路線就是說 到後面他必須是先統候的 也就是我們會經歷一個 台灣跟那個台風金馬被 就是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拿入中國環圖之後 在另外尋求獨立 這個主張也是 就 就 大概提一下就好了 當然也是背離現實 那另外兩個就是 在發身分證片前的 日蘇美戰說 然後他就是跟你講說 那個是什麼 美屬台灣群島 它是一個方案 就是台灣應該是 那個美國的第五十一州 那加入那個 就是加入他們的那個 會員 交籤 他們會給你身分證 那你就是美國共鳴 這個已經在很多限制都被列為詐騙集團了 那日蘇美戰也是一樣 就是說這個主權的部分 應該是屬於日本的 但是是美國正在軍事佔領當中 那這個都屬於 我自己覺得都是被淘汰的論述啦 就是沒有辦法被真正拿出來 去跟中華民國派的人去談 就是說 中華民國在主張的 就是說 除了依據 這個應該是像破資產學研 等等的這個幾個宣告跟合術 然後來去確認說 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有明確的交給了這個中華民國 那我這邊就先暫時論談 中華民國 去主張自己擁有合法 台灣敵偉的這個部分的這個論述 我們就先談台獨這邊 分出來就這麼多的理論 那具體的倡議作法 就有幾個 那我也大概提一下幾個 我認為不可行的 我認為台灣現在 目前應該要抄的方向 就是幾個 第一個是自憲正名 跟加入聯合國 不是衝反聯合國 不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衝反聯合國 應該是以台灣的名義 加入聯合國 但是 是不是要以加入聯合國 來去判斷你是不是一個國家 應該也不是這樣子來去講 那自憲跟正名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這部中華民國憲法 它第一個跟台灣人 一定有什麼關係 它在中國大陸那邊 去制定的這部憲法 然後帶來台灣 即便是通過 即便是經過了 李登輝的幾次修憲 那 事實上都是以憲法當中的活動 只做徵修台灣的徵修 那 是不是 這部憲法 是透過台灣人的 國民一致集結而成的一部憲法 然後更何況是說 它在裡面的一些 背離 台灣現在現實的 複合十一的 這樣子的一些 政府體制的設計 我認為都必須要去改正 那所以 台灣現在 台獨運動走到今天 應該是下一個階段 就是如何 在主權一定的基礎事項 然後朝之前正名的這個 方向去走 那 已經是獨立國家的一個狀態 有沒有必要去 宣布獨立之後 才正成是一個國家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們如果沒有宣布獨立 就不算是一個國家嗎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有獨派在倡議 要經歷過一個統獨的公投 才能夠確認我們 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認為這樣子的倡議呢 本身上也是 是現台灣進入到一個險境 為什麼 我現在已經是獨立的狀態 雖然我是一個不正常的一個國家 我的這個 國號 還叫做中華民國 在國際上 很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做出區隔 人家可能會問說 你這是台灣還是中國 因為我的 國號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在國號上 很難去跟中國 做出一個區隔 但 我是不是需要 經過一個 統一還是獨立的公投 才能夠確認我們 的國際體會 我想概念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也有獨派在倡議 用平行政府的概念 來去做這個 推翻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體制 這樣子的一個倡議 就是自己成立 那事實上 台灣民政府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它就是在做平行政府的 這個運動的路線 它就是自己 講說它自己就是一個政府 那 這個路線被 被照片集團用掉 那 先討破 這個剛剛講的 武裝革命 台灣現在沒有這個 武裝革命的必要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 我們過去的確在 在 在 蔣氏集團 在做這個 高壓統治的那段期間 有這種 啟示性的 譬如說公務人員有升級 等等的一些限制 但是到今天 我們應該是可以講說 現在是爭予自治 就是說 我們可以自己去選出 我們自己的總統 民意代表 也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去 自己自我自理 不受那個 不受外國的干預 我們自己可以去選出 我們自己的那個 自理的政府 那 但是 問題就是在於說 什麼時候我們 有 有制定的一部新憲法 或是有過 那 一般通常 獨立國家 它都伴隨著一部 憲法 但是我們 其實還在使用的是 中華民國憲法 那不乾不淨 很難去解釋 就是我們究竟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跟過去 1911年成立的那個 中華民國 他們到底 差別在哪裡 這個部分 其實 國際法學者 還會在討論這個部分 就是說很難去 講清楚 一個很乾淨的 一個時間點 去談 那 憲改有幾種模式 第一個 激進制限 那通常 制限的時刻 都是伴隨著什麼 就是國家有 重大危難 或者是說 在戰爭之後 譬如說 我這邊舉一些 例子是 東歐後共時期的一些國家 他們在樹林解體之後 那開始 就紛紛的 要是宣布獨立 之後 開始嚴厲一個 所謂激進制限 都是在短期內 譬如說兩年之內 他就會去制定一部新的憲法 那也有 先制定一部新憲法之後 才宣布獨立的 譬如說像 我打型號 那個傑克克斯洛法克 那大概都是 在一兩年內 就去制定了一部 一部新的憲法 那不管這個憲法 它提供的內容 是 譬如說國號 或者是它的憲政體制 是什麼樣的一個設計 那至少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國民理智 的那個 集結跟展現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去做出一個 新的一個國家的一個需要 那 通常他們的使用方式 就是用 譬如說人民制限會議 或者是用這個公投的方式 來去通過 這部新的憲法 那 階段式的制限呢 就是說 它也一樣制定了一部新的憲法 但是它並沒有是 很乾脆的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的 在兩年內設定一個議程 然後通過一部新的憲法 然後 舉那個 俄羅斯的 例子來講 那個時候俄羅斯 他們其實也是 先做 經濟改革 那 在經濟改革很動盪的一個情況下 人民武裝革命 那 後來 俄羅斯的這個 政府當局 下令 俄羅斯的鎮壓 那 之後 才從官方通過一部新的憲法 那 波蘭的部分呢 它也是先通過了一部小憲法 然後 經過內部的政治團體 他們的協商跟腳提之後 那 當然就是說 在他們裡面全力的 得到了一個 通過新憲法的那個版本的 內容的設定 那 台灣的部分的問題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 我們 都是以這種 不動憲法本文 只做徵修條文的一個方式 齁 來去做 這個修憲 齁 那 這個 呃 我們 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的憲改模式齁 齁 是不是只能一直走到 走在修憲 而沒有辦法去走到階段式的自憲 或者是激進自憲 齁 我們過去 修了這麼多次的憲法 都是很尊重中華民國體制的一種做法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幾乎是維持著就體制 只是一些落感的一些修正的方式 齁 然後沒有去 呃 去做很大規模的一個修正 但是 台灣走到今天 是不是還有 還有一個其他的一個路線 可以 往下去走齁 齁 然後還有修憲的可能齁 齁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修憲齁 齁 齁 第七次修憲齁 那個時候 呃 第七次修憲的時候 其實 定出了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齁 齁 就是說 呃 呃 我們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齁 齁 這些 他必須要有 呃 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提案 然後四分之三書喜 四分之三 統一通過之後 公告判定 才 由 自由地區 齁 就是台灣地區這邊 的這個選舉人 過半數出來投一票 那如果說 以總統 的那個投票 來去算的話齁 這個 有那個 投票權利的人齁 大概是 一千八百萬人 那如果由他們 要 有過半數出來投一票 那就差不多要 九百多萬人 那所以現在 到底台灣還沒有 這個 這個發放修憲 或是說 做修憲運動的必要 我認為啦 就是說 你聽起來就是說 要號召九百萬人出來投 投一票是有困難的 為什麼 因為 太陽花運動 台灣的主權已經非常危險了 對不對 那 蔡英文得票是多少 對我們都是六八九 對不對 就在台灣這麼 就是地位這麼危機的情況下 我們都只能 催出六百八十九萬票 那你更何況要去修憲 修憲的時候 要號召出九百萬人出來投票 剛特例 現在把你人民的生活這麼遙遠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其實前兩年 今年2017 2016 去年的時候 其實 我們本來是有要推修憲的 有嗎 但是國民黨他那時候想要綁不在籍投票 我幫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那 修憲後來就是告純 那 我是說修憲他還有沒有可能有這個必要 這邊當然也是稍微提一下我的觀點 就是說修憲是 對於一個獨派來講 現階段 尚可接受 但不是終極手段 或者說終極目標 為什麼 因為當我今天發動修憲 通常修憲還很沉 很遺憾 我們就是要看國際的臉色 我們喊自憲不見得能夠做得到 或當下做得到 那個可能要 就是時機都對的時候 才能夠去做一個自憲的運動 那 修憲的話 如果修憲的內容 是國際大國 點頭的 我們的確可以去做 但你會說修憲 既然都這麼高的門檻了 那你已經不會過 也就是說修憲實際上的結果 是可能會最重導致失敗的 但是修憲的這個過程 它可以達成兩個目標 第一個 你確定的 全台灣人民都確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修憲不可能 你只有走自憲才能夠去修正 修正憲政體制 你把修憲的選項 帶著全台灣人民做一次排除 第二個 在修憲的動員過程當中 你是在凝聚國民的認同 去讓他們 鼓勵他們 去做 跟 憲政體制更近的 就全台灣的人民 它可以 了解到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是我在決定我自己的未來前途 是我在決定這個國家前途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 重點不是這個縣修下去之後 它可以為政府的體制 帶來多更便利的修正 因為事實上它就是很高能感規度 重點是說 修憲的那個運動的過程當中 的那個動員 它其實反而是修憲或自憲當中 更重要的一個目標 好 那 接下來就來去看說 各黨跟各社團 看待台灣國家定位 因為大家都會用這個 主權一定或不一定 經濟民主聯合 它其實是 團體會員 對 但律師傅講解 應該OK OK 來確認一下 民主維新 北北新潮民進黨 實在力量 社會民主黨 綠黨跟臺 基本上看待台灣的國家 地位都是主權一定 那主權屬於全台灣兩千 才慢慢的人民 激進黨 自由台灣黨 颱風發力連線 有沒有激進黨的朋友 有沒有 沒有 有自由台灣黨的朋友嗎 沒有 有颱風發力連線的朋友嗎 沒有 有問題 這個可以提出來 反駁啦 他們的主張是 現在的台灣的主權 地位是未定的 那 以定跟未定 那他們具體 建國具體 提出來的具體做法是什麼 經濟聯 民主維新 北北新潮 時代力量社民黨 綠黨 台聯 應該還有包含 激進黨 雖然激進黨的主權的認定是未定的 但是 大家的倡議 應該都是支線證明跟入聯 自由台灣黨 它多一個廢線 但我想它的目標上面 把解質的這個概念先抽掉 還是什麼其他的一些 一些遲早 我們都抽掉 我們就談關於獨立建國 我們設定一個比較明確的階段性目標 就是 台灣 台澎金馬 以台灣為民 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大家同意嗎 就是證明嘛 就是沒有中華民國 中國家正常化走到後面就是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東西嘛 那 制定一步屬於台灣人的新潛 這個我想應該大家都同意啦 所以建國的軍體做法 我想 我應該沒有誤會 我應該這樣子觀察下來 大家的主張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差別就在於 有沒有什麼 談什麼殖民概念 什麼 什麼推翻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什麼的 那 為什麼未定跟已定 最後推導出來的範圍都是 台澎金馬跟諸島嶼 那身分資格是2400萬人 這個大家就再來思考一下 那 當然就是說 今天還是要針對 台澎發力年限的部分去講一下 關於他們提出來的 這個 算是 目前跟 比較多團體 主張比較不一樣的 那 能不能成 我不知道 這個可以大家好好來思考一下 那 民主進步黨 我還是把它打一個問號 我還是把它打一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是在執政 而且 而且 目前看起來好像 雖然早期 自縣運動什麼 證明運動等等的 應該都一直有在退 但是 這 這麼多 這幾年下來看 民進黨的立場 好像 可能民進黨自己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齁 我就不要幫他背書 他還沒有在主張 之前 正名的路面 那 這個是 台灣自縣的運動史 我也稍微 幫大家整理一下 其實早在 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之後 講師政權其實在台灣 它 就是失去了 在台灣統治的一個政黨性 那 這個時候 民間有很多的力量 開始 就 有 民間的力量開始匯集 那個就是從 黨外運動時期 一直到民進黨成立 大概在這樣子的時候 那 尤其是像 那個時候 流亡在 美國的 這些 也不是流亡嗎 就是說 黑米丹的這些 台灣留學生回不來的 都開始冒險 回來台灣要做運動 然後協助難怪這樣子 那回來台灣 那 整個都盟也都請回來台灣本部 要來做台獨建國運動 那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開始可以去挑戰 這個 中華民國政局的正當性 於是 就有很多的 這樣子的一些 新洩法的主張 從 這個 最早從1975年的 這個 徐世凱 提出台灣共和國 憲法草案 那在1988年的時候 勘載了 自由 自由 時代的周刊 就是正南龍 那後來也發生了 就是南龍資本的事件 就是因為有勘載了 這個徐世凱的台灣共和國 憲法草案 然後 世凱會 也有做這個 立根於台灣的先憲法的主張 或者是 再來 林英雄先生 他從美國 回來台灣之後 他也公布了 台灣國的基本法的草案 那到1991年的時候 民進黨也啟動了 人民自憲的憲政改造列車 然後 到1991年 學生跟教授組成 台灣學生教授之前 要去挑戰 那個時候 中國國民黨想要去主導修憲 但民間的主張是希望能夠自憲的 來去做一個運動的挑戰 到 1991年 1994年 第二次人民自憲的會議 這也是這個 由民進黨那邊去召開的 然後 2004年 總召 李登輝前總統 我們守護台灣大列 後續也有在推一些自憲政民的運動 那原本自憲運動 他們本來預期是 台灣在經過這樣子的 臨近革命之後 這個所謂 本土政權取得了 執政權 那 理想上 台灣的民主化 一直走到一個階段之後 就必須要去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人 對於 擁有自己國家 的這樣子的一個 需求 渴求 因為現在的憲政體制 是沒有把 唯一台灣人民的 的需要 它基本上是跟台灣人民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在 蔡水平最後執政的那裡 被打得很慘 對不對 那後來 馬英九執政 那 基本上 那個 整個憲政體制的 再改造 或者說 整個自憲的運動 基本上 就走入了一個 銷聲 或是說暫停 整個民主化 就是 我們可以講說 原本預期的 就是說 在 掌握國家 的這個同時 能夠去一直 一路的退下去 但是沒有辦法 那 那 後面的就不講 那我們希望是什麼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 剛剛有稍微 就是為各位拼湊 關於這個 開始的路線 還有現在修憲不可行的 整個 等等的一些 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想的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 打造一個 適合 自憲的一個空間 難不成 我剛剛有提說 自憲都通通 都發生在戰爭啊 發生在這種 就是 國家危難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去期待 國家 發生戰爭之後 來自憲嗎 因為為了要自己 一部新憲法 所以我們去引發戰爭 應該不會是做這樣的 期待 但是如果沒有發生一個 很 憲政體制 自愛難習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環境 台灣人民又怎麼會去 期待有一部新的憲法 我每天 就 講這過啊 有沒有一部新憲法 對我來講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說什麼這個 內閣自總統自我聽不懂 對不對 一般的人民 對他們來講 三餐的溫飽更重要 但是我們不可能 期待用戰爭 來去啟動自憲 以滿足我想要建國的期待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用一些 策略 來去營造 一個適合自憲的一個空間 好 我先報告到這裡 謝謝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這樣講很奇怪 剛剛主持人 在介紹我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認識我 不用特別介紹 但是我覺得 我在談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 或許大家 認知到我的角色 就是最主要是從 318運動 包包之前 我們集結了一些台灣的MGO 一起來反服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比較少來 我對台灣定位 對台灣獨立建築 這些問題的看法 好 那 但是不是我沒有認知 好 我說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大 大三大年 剛剛小星星有跟大家介紹 那個整個支線運動史 他 剛剛那個 我看到1991年 那個 有一個台灣學生教授 支線聯盟 我是發起人 然後 剛剛有提到 那個 1991年的 人民支線會議 然後我後來查一下 當時的一些會議資料 好像我是人民支線會議的代表 當時我是台大學生會長 那 我要說 對我主張是線 但是網路上呢 可能還是會有些 留言 或有些傳言說 這個人是修憲派 我不曉得這怎麼理解 然後另外 好 談到建國 我記得我 應該是大勢那一年 大勢那一年 那個 1992年 大家知道台灣有沒有 一個社運組織把建國列為組織 建國黨 建國黨 他是在建國黨之前 台建 有的 台灣建國運動組織 對 他們主要活動範圍在 中部 台中 台中彰化 那主要負責的是 陳婉禎 林永生 那我 我記得大師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做台大 就做台大的學生會會長 然後就是 當時國民黨 他們是要抓成萬聖 然後我們一群學生呢 就去深遠 去深遠那個 台建 台灣建國運動組織 那跟他們一起唱歌 其實都還記得當時那種抗台 激洋案的情況 那我印象都非常清楚 那時候就是一些學運社團 社運社團 還包括一些政治組織 大家一起開會的時候 因為當時那個 民進黨跟台建 因為台建被認為是重組織 激進派 然後民進黨跟台建 他們還是會有些衝突 或 反正會有些摩擦 那當時那個 我記得一個 張維佳 張維佳是 新潮流 當時是 新潮流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張維佳就指我 鼻子罵說 你們台大學生會 去參加那個 深遠台建的 那個活動 你有沒有跟台大學生一起開會 意思是說 你就是 要我不要做這件事情 他只是說 這歷史實在是 蠻諷刺的 然後聽說後來 還有些 就是 就是 情形快變的傳言 說我是 新潮流的成員 那我就真的不曉得說 這個 史話如何的縮緊 好啦 我要說的是說 對 我主張台灣獨立 我主張自憲 那 我學生時代是這樣的主張 我現在還是這樣的主張 那但是呢 經過這二世紀 一九 一九二 二十五年 四分之一世紀 然後 整個台灣民主化的變動 那我們努力的去想要實踐一些理想 那我今天再來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主張沒有變 但是 一二十年下來 我們總不能夠永遠在喊口號 我們總不能夠永遠在喊口號 那必須思考說 到底要如何實踐 什麼路是走得不通的 什麼路是走不通的 其實 很簡單 就是 有些 你要從A點到B點 最直接就是畫一條直線 但是如果中間有一座山 有些時候就不直接挖一個隧道過去 有的時候是繞條路過去 那 呃 經過了這段 學運社運的經驗 呃 我可能會 為什麼後來我們會提出 廢審 廢兩岸條例 重點不是說 這是一個最高遠的目標 或者這是一個最終極的目標 當然不是 我今天可以坦白的跟各位講 廢審廢兩岸條例 基本上是手段 那重點不是它是多高遠的目標 一點都不高遠 一點都不偉大 而重點是 就如同我這幾天也住在談的是 它是中華民國憲法的 最脆弱的地方 我們如果不接受這個體制 或者是對這個體制固埋 我們希望改變它 那你就不能夠 你要打擾你的敵人 你就不能夠 就是每天在喊說 我要打擾敵人 我要打擾敵人 那這跟蔣介石以前 帶大家喊說 那個 什麼 什麼 一年創備 兩年返工 三年掃大 五年成功 那是一樣 我們不能夠再喊 就是 自信 然後 建國 這個當然都對 只是 不能夠只體留在口號 而必須真的想 如何實踐 而當你去想如何實踐的時候 你的敵人到底是誰 你的敵人的弱點是誰 這就很重要 那我剛剛講說 我主張自信 但是我不會把主張修憲的人 當成敵人 他反而是朋友 那 我主張台灣獨立 但是 我不會再 主張台獨的陣營裡面 再去話說 你這個是華獨的 你這個是台獨的 你這個是什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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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的劃分 那 也許 做一個學者 你在做分析的時候 有意義 但是你如果真的做一個 運動的時候 那 就如同 我在318運動的角色 其實我非常清楚 這裡面有 許許多多不同的主張 但是 當你面對敵人 你面對中國 你面對馬英九的時候 你該做的是說 我們來做下來 你是A派 你是B派 你這個你是反自由貿易的 你是反黑鄉的 你是反中的 就是把他一派一派分清楚 然後 我想更關鍵的是 你在當下 你如何團結最多的人 真正去打倒最主要的敵人 那 好 講的有點長 稍微 再破題一下 就是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麼多的正義 剛剛小薰介紹了很多 關於獨立建國運動的不同的流派 我覺得現在 也許最大的證詞 可以簡單的這樣講 恐怕同毒都已經不是問題 我說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主要的意思是說 那個統派真的已經很少了 真的統派已經很少了 今天可能一個很大的分別是 你如何看待中華民國 就是你如何定義中華民國 你如何處理 對中華民國的態度 那基本上三種看法 一種認為是 就是 中華民國就是殖民政權 我們現在還在被中華民國殖民 另外一個直端的看法是認為說 中華民國是完美的 或中華民國是可接受的 基本上是可接受的 或者是說 可以心願臣服的 我覺得最簡單用現場題的講法 就是 你要承認中華民國的憲法 你要 就是完全心願臣服的 承認這個題詞 我等一下會提到現場裡面 這是一種看法 但基本上 我想絕大多數人都不是這兩種看法 而是說 某個程度我們承認 現在 不管你是志願也好 或無奈也好 你是在這個中華民國的體制下 但是對這個體制 我們基本上 不是那麼心願臣服接受的 那前一陣子 我在臉書提一個看法說 我覺得 我看待中華民國 我覺得中華民國就是海撒歐 我們暫時住在這個裡面 但是你如果不改變它 這個海撒歐 總有一天會活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體制 不可能長治久安的 你如果不 早點 就是 不管你的用語是完成建國 或者是說 完成台灣的國家正常化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總有一天會活 他是非常脆弱的 那我提出來的想法 以後後來那個 金比列有一次開會 陳立福老師 可能半認真半開玩家說 講中華民國是海撒歐不對 他覺得中華民國是浮射屋 就是這樣趕快跑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所以基本上 我的看法是認為說 我不同意說 目前仍然是中華民國在殖民台灣 但是我也不同意說 中華民國是完美的 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 我們佔居於中華民國這個體制下 就是說它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歷史過程 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量變 因為隨著台灣的民主化 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沒有錯 如果今天是在1945 1949 1950年代 1960年代 甚至到1970年代 你要說中華民國殖民台灣 我會同意 但是隨著整個民主化的進展 其實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已經改變了 你還能不能 你今天到路上說 我正在被中華民國殖民 這個說法有多大的說服力呢 我打了一個問號 那但是 中華民國的體制 還是有些殘餘 限制的我們 最根本的啊 中華民國的體制 其實就是中國嘛 它還是限制的我們 那這個體制的殘餘 你如果不幫它搬走的話 它就是一個海沙烏 早晚有一天會痛 或者是 用陳麗芙老師的講法 它就是一個福射物 你住在這裡 你不會健康 大概 我對中華民國的態度是這樣 但是我不同意 就是 我絕對不會到馬路上 去跟大家講 去跟路人講說 我正在被中華民國殖 那我也不會像謝長廷那樣 就是說 你要承認 就是 你要心悅臣服的 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承認中華民國體制 那大概先 這次我介紹有點差 大概我基本的看法是這樣 好 你可不可以先問一下主持人 我有多少時間 我們是到九點半來九點 我們到九點 那半小時 那我就控制在半個小時 把我要講的講完 那 我們今天我剛剛講的 題目是廢審廢兩岸條例 但是 它不是目的 它比起私縣 比起建國 比起台獨 那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這是什麼 怎麼在講這麼小的題目 但是 這個小的題目 我說這個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阿基里事件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弱點就是這樣 你要 你要推翻中華民國憲法阿 你要推翻中華民國的體制阿 你就要認識他真正最弱的弱點在這裡 好 那 我基本上我覺得 我剛剛雖然講說 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 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從一個殖民體制到民主化 但是這個民主化是至今沒有完成的 1990年的野百合學歷 這在中正紀念堂 那 3月16號到3月22號 好幾萬人 在中正紀念堂逛場 他們在抗議什麼 老國代 大家都知道 他們在抗議老國代 我們只能再忍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 就是七百個 當時有七百個老國代 在陽明山要幹嘛 選總統 那當時呢 國民黨的主流派是李登輝 另外一邊要推林陽港跟蔣偉國 林陽港跟蔣偉國選總統副總統 那老國代 不只是 我們的總統怎麼是老國代 那誰是老國代 當年在中國各省選出賣的 而且有些人還不是原始選出來的 因為這些選出來後來很多都死掉了 那怎麼辦 地 就是有第二名地 第二名死掉怎麼辦 有第三名地 第三名也死掉怎麼辦 有第四名地 到那個時候還有七百多個老國代 那這張照片是 那些老國代就是已經垂垂撈椅 但是垂垂撈椅還可以壓榨我們 當時國民大會就是 他們要獲取人 然後就是三眾傳奇上的就是 民怨費的 這個我們只能在人忍起來 皇帝的壓榨 這個是最早 3月16號傍晚 那幾位學生在中任經驗 自由廣場 在自由廣場排樓前面 坐下來的時候 他們拉的第一個部條 那我曾經很努力的想要找 看能找到這張部條的照片 但是已經找到了 但是他們的第一個部條的訴求 確實是這樣 那回到歷史 1949年伴隨蔣介石來台的 就蔣介石來了嘛 但是如果蔣介石一人來 怎麼會殖民我們呢 怎麼會統治我們呢 當然這次沒有這麼簡單 軍警客 軍人 警察 特務 什麼 就是 保密局啊 調查局啊 總統啊 軍統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法統 年輕的朋友可能很難理解 法統 這兩回事 但是那個 年紀稍微大一點 就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說 這個是他們當年一直掛在桌子裡面的 就是 欸 欸 蔣介石 大家都知道蔣介石當時已經下野啦 怎麼可以復刑事事呢 總統不是李中仁嗎 李中仁去美國 蔣介石下野 理論上應該是行政院長 嚴錫山 那個 照中華民國憲法 那個 基人總統 代理總統 然後 改選團隊啊 但是他們當然沒有這樣 就是反正蔣介石就是 強人 他就是要來當總統 他為了建立他的統治正當性 他從中國帶了 數百位的立法位 上千名的國大代表 那這個是他的統治的正當性的來源 就 欸這些是 這個是那個 民意代表 是國會議員 然後 他們來到了台灣 他們支持了一個 新的中央政府 那這些是叫做法統 而且他們一再主張說 國民黨就是說 欸我們代表全中國 所以 國會議員 絕對不能夠 只由台灣選出來 只從台灣選出來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 再代表全中國了 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大概從 什麼時候國會全面改選了 立法委員什麼時候 第一次 1992 第一次 立法委員 全面改選 1991 第一次 國大代表 全面改選 1996 第一次 台灣民選 總統 從1949年到1992年多久啊 1949年到1992年43年 就是 四十幾年的時間 台灣號稱 國民黨 號稱它自己是民主國家 但是國會議員四十幾年都不改選 這怎麼會是民主國家呢 它除了帶了這兩個罰頭以外 另外一個罰頭 就是中華國憲法 跟動員開斷十七民視票法 那以前 呃 這些黨外民主人士 要求要改憲法 要求要廢離十兩團的時候 國民黨都說 這憲法不能改 這憲法是我們從中國帶來的 必須繁榮大陸了以後 就是 有全中國的人才可以改 就是 對這種講法有感覺嗎 有印象嗎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你台灣人根本都擁有民主 因為整個國家 整個國家的主權者 是全中國人民 台灣當然不是全中國 那這部憲法是由全中國定的 所以台灣根本改這部憲法 這些立法委員 這些國大代表 是由全中國選出來的 台灣不是全中國 所以台灣當然不能夠改 不能夠選自己的國會議員 這不是開玩笑 當年國民黨就是這樣主張的 他就是這麼主張 國會不應該全面改選 在那個年代 你如果說 中華民國是不是殖民政權 是不是殖民體制 我會說當然是啊 但是現在 總統也是你自己選的 立法委員也是你自己選的 那國道代表也廢掉了 那這時候你還不能說 中華民國是殖民政權 就是至少把國民黨 好 那所以 從黨外到民進黨 整個民主運動的最主要訴求就是 國會全面改選 那這個是 國會全面改選 百萬人欠民運動 那這個寫什麼 萬年老賊 遺臭萬年 老賊就是指 老立委老國代 好 那這個一直到 我們剛剛講說 1990年 3月懸孕 那就是 等於是對這個體制 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所以到1990年的幾個月 6月21號 大法官做成4至261號的解釋 他說這個 反正就是所有的老代表 在中華民國80年12月31日以前 必須終止行使執券 那中央政府要辦理全國性的 世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以確保憲政體制的運作 這個是大法官261號的解釋 那這個解釋出來以後 就確定這些 老立委老國代要屈指 那只是改選的時間 我剛剛講的國民大會 代表是B991年12月 然後念地 然後立法委員是1992年 台灣人國自己的民選國會 剛剛也看到 小心給大家看那個 台獨建國 獨謀 獨謀的主張也是說 你要就是台灣要有自己的 新國家新憲法新國會 所以有自己的國會 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當然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台灣人有自己的國會 但是國民黨政權並沒有放手 讓台灣的民選產生的新國會 來決定台灣的憲政跟國家統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台灣有沒有真正的民主化 當時等於李登輝跟國民黨的保守派 做了一個妥協 就是說 從保守派比上 我讓你台灣人 可以選 中央民代表 可以選立法委員 可以選國會議員 但是你不可以動我的憲法 或者你動我的憲法 有一個保留一個體現 所以它是一個妥協 那李登輝很喜歡講民進革命 或者說不留學人革命 那台灣人 換成是各位 各位要選擇留學人革命 或不留學人革命 每個人答案可能會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就是一個分級付款的民主化 當時你可以說李登輝 或者整個台灣社會幫忙民進黨 整個社會選擇了不留學人革命 我等一下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一段影片 看這個選擇 在關鍵的時刻選擇不留學 但是相對的 我們的民主化是分級分換 也就是說 台灣人有了自己的國會 但是沒有自己的憲法 這怎麼講呢 李登輝在1991年那個時候 跟非主流派合協 在對於憲法的立場 他們國民黨有三個關鍵的立場 第一個是修憲而不是憲 第二個是 只能夠修定真修條文 不能夠去修憲法本文 那第三個呢 更嚴重的叫做一機關兩階段修憲 就是由國民大會修憲 但是國民大會呢 分兩階段 第一個在1991年的時候 先由老國代修憲 然後1991年年裡 選出新的國大代表 在1992年再由新國代修憲 這要幹嘛 為什麼修憲前一階段 他先由老國代 後來再交給新的國大 後來再交給新的國大 受憲 這樣講到我 非主流 好國春在想什麼 林亞港在想什麼 蔣偉國在想什麼 李登輝在想什麼 一機關兩階段跟 如果老國代都不修憲 通通都丟給台灣人 選出了國大代表修憲 會怎麼樣 我們可能真的把中華民國修掉 或者我們把離圖給改掉 那那個時候是中華民國憲法 最脆弱的時刻 而我們沒有在那個時刻 對 我們沒有在那個時刻選擇革命 沒有在那個時刻選擇對保守態貪牌 李登輝選擇了妥協 當然 你換一個角度 你要理解當年的李登輝 這個是1990年的李登輝 他由誰選出來 他還是由旗派跟老國代選出來 這個1996年 由台灣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李登輝 他的權力基礎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選擇了跟非主流派妥協 跟好國春那些人妥協 妥協了什麼呢 就是由老代表先去修憲 也就是說這些保守派掉了 他們就先在老代表還在任的時候 對台灣人民做最後一次的民視 那老代表修書了什麼 老代表修書了什麼 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這就是條門前言 裡面有兩個字 或者說四個字 就是國家統一記 這等一個 第二條 自由地區大陸地區 自由地區大陸地區 一國兩區 那我說這個是老國代的鄉愁 老國代的鄉愁 其實現在講的殘忍一點 但是也確實是很貼近真實 其實他是死人的鄉愁 現在老國代已經幾乎不在 就是當年的那些老國代 現在只剩下個位數 那我們還要把他 我們還要把這樣的 這樣的憲法奉為歸孽 崇拜 我們拜他嗎 還是想辦法把他廢了 我稍微講一下 中華民國憲法的先戰 四分之三的巧合 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修憲很難嘛 你原來就要國大代表 或者歸法委員 要國大代表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說保守派只要有四分之一 就可以被給 那老國代把統一兩個字 放上去了以後 你要再把統一兩個字刪掉 你要多少 你要四分之三 也就是說他只要有 保守派只要有四分之一 就可以被給 所以為什麼要一機關兩階段 為什麼要有老國代憲法統一 把一國兩區放上去 他們的道理就是這樣 那我說中華民國憲法先戰的四分之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個意思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今天這邊大概十二十三 差不多四十個朋友 如果我們四十個朋友是一個愛 我們這裡班幾 我們定一個班規 我們選班長要四分之三才能夠當選班長 這個遊戲規則會不會不公平 見仁見智 你不會說絕對不公平 那如果說這個遊戲規則是四分之三才能夠當選班長 那小心那個要出來選舉 要選班長 要選我們的班長 那他拿到他有一半的支持 能不能當選班長 還不適應 但是他如果有一半的支持 有沒有人能夠推出另外一個班長 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邊已經過班數 所以最後怎樣 多數派會跟少數派同行 就是說 好 那大家支持 請少數派也支持他當班長 但是少數派可能會開條件 說 你必須尊重少數 你的將來的政見 你要怎樣怎樣 大家就來看條件 我說這個是 一般的四分之三 但是什麼是先戰的四分之三 先戰的四分之三就是說 現在就是武俊彥是班長 反正我們就是武俊彥是班長 你們可以選新的班長 你們如果有四分之三同意 推出一個新的人選 就可以把它換下來 所以他只要有四分之一的鐵票 就可以完顏執政 這樣理解嗎 中華民國憲法先戰 老國代子修憲 代表了什麼意思 就是我就是這樣 你要改我 你要有四分之三 我把統一放進去 我把什麼固有將域放進去 我把那個 今天把日門帝放上去 然後 我把那個 一國兩區放上去 你可以改 你有權改 但是你要四分之三 這就是一個不公平的 這就是一個先戰 你會說一般民主國家修憲能坎不是特別高嗎 沒有錯啊 但是人家那個憲法是 美國人自己定美國人的憲法 那定了憲法以後 你要改美國憲法 要比較高的民坎 但是台灣面臨的問題就說 啊不是啊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灣人定的啊 第一次的真修條文也不是台灣人定的啊 是老國代定的啊 那你怎麼把它放進去 把這些 保守的規定放進去以後 說我們要改變它 要四分之三 今天修憲的困難 真正的困難是在這裡 好 那 我們來看 這個是現場的現場展 沒有錯 我對他是非常有意見的 坦白說啦 那個 網路上有些奇奇怪怪的言論說 那個 說了什麼 誒 社運界有些人支持滑圖 可以以吳俊彥跟賴沖牆作為代表 吳俊彥擺前面碎 我是被他喊 不是我喊 真正的滑圖是什麼 是這個啦 現場民說 民進黨曾經實證過 也曾經對現場宣誓過 民進黨過去也是 民進黨過去也直接參與七次修憲 憲法為台灣民主議程的說語 不需要否認 各位可以去找 那一段時間他的發言 他就來講憲法一周 為什麼要講憲法一周 因為呢 現場民不是去中國去調酒嗎 去參加什麼調酒大賽 那其實是去跟 中國的社團部門見面 那他的想法是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覺得說 2012年選輸了國民黨 國民黨能夠贏 是因為國民黨跟中國能夠往來 國民黨跟中國有九二共識 那民進黨跟中國也要有新的共識 那他就提出呢 用憲法一周 用憲法共識 來跟中國往來 這是憲法民的主張 這才是標準的滑度 我不信 不要罵別人滑度 但是這個我覺得一定要 為什麼我特別生氣 這是謊話 民進黨過七點 十階參與七次修憲 這是謊話 那這是什麼 1990年4月17號 反貴老賊修憲 這是當時大遊行 就是第一次的憲法拯救條文 不是台灣人定的 不是台灣選的國大代表定的 民進黨也沒有參與 都是這些老賊 好 我們花點時間看一下這幾段影片 這幾段影片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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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今天至上的 群眾遊行活動 是由主席 黃瀟介五位 在下午三點鐘 從羅斯普魯的台灣大船 校航口出發 內部一路損運之處 都造成了嚴重的校航開發 民進黨這次 遊行活動的民進黨中央人員 下午1點40分左右 從民進黨中央黨部出發 乘坐兩輛宣傳車 首先到中山紀念堂 估計查看房間 但是當他們走到原來 如杭州南部口的時候 就遇上阻絕少 無從前進 接著亂邊在紀念堂寺 又打轉 到了中山南部台大運運故事的時候 由於始終突破不了 於是運轉回台大校門口 和集結的民眾會格 兩點40分左右 中南部前來生日的民眾 也不去抵達了 連續估計在數千人左右 這整個機器行動 耗費了大約一個小時 其中包括演講和宣誓 3點45分 大飛員馬開始沿著羅斯古路 一向中正競爭跑出發 黃信介 姚家文 許信陽 詩琳德 陳友欣 張俊同路人 走在最起立一排聯隊 最後是力量和國大黨團成員 然後是分成3T4的群眾隊伍 由於民進黨 不管是中央 或是地方的公職人員 將會退出了一場 加入前面開的 一般的抗軍活動 因此 從南部北上山群的民眾 加上北部民眾的群眾 將羅斯古路沿線 擠得水泄不空 其他的商量根本無法前進 從天橋上往下看 整個羅斯古路 彷彿被一條巨龍堪鋸住了 民進黨派出的就場人員 以稍稍維持現場的秩序 但是吵雜的人生 本來也帶出了整個街頭 民進黨今天的抗爭活動 雖然套全是黨內兩大派系 民進黨和新常人的攜手合作 共同民黨 但是在現場標誌比較 上面的一條是寫 反對老爭修寫 反對老爭修寫 並沒有發表開的演講 路來的神情 看能出他將近在想些時候 或是心理活動有什麼掙扎 不過從這兩邊 朝著兩黨平平好大 希望突然有暴力的發生 會想見 大家都希望能夠 理性和諧的生長 內生神有的寶寶 另一方面 隨身邊的學生 下午也在台大項目後 和民進點中配合 除了群之連很清楚的 和民進黨訪問界線 隨身邊的學生表示 這項抗爭行動 是理性的反對自身國代 參加修憲 讓我們不希望 可以到這個情況發生 整體而言 下午的抗爭活動 除了沿途補口號之外 七分還算理性和弦 四點多後 大地的馬體 達了羅斯福路艾可頓 以後 警方放下的第一大巨馬體 民進黨今天下午 在台北市發起 街頭抗爭活動 但由於警方 在衝衝進行四周 實施了嚴定封鎖 因此這位 遊行隊伍只能 在警戒線的外圍遊走 目前這個群眾隊伍的位置 是在中華路 小南橫的沿岸附近 已經使得整個中華路交通 維持開放 但隨便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的衝突發生 在大本地區的市民人員 從下午兩點半分鐘 開始 就進入全面的緊急狀態 由於流行的群眾 從台灣大學 沿羅斯福路的捷徑 因此警方在 羅斯福路和南南路口的 第一道巨馬 除了介面的主要重點 除了不止大畢爾正報市場以外 還出入了三日子往生 而這類的主目的是 警方今天第一次 準備了首輪式的車輛寶斯蘭 以防備復始的秩序 到了下午四路段開始 群眾陸陸續續抵達 人數越來越多 於是再如此 又跟南南路口 和警方形成對峙 而天橋上也順暖了群眾 並且無視打腳舞蹈 同時 同時 愛上管治区 跟鐵硬鐵斷 警方曾為群眾保持冷靜 民間黨這場隊 也曾經試圖維持秩序 到目前為止 對面化發系列的衝突 到了五天二十分 帶領這一次 運躲黃河的民間黨工作人員 也民間黨主席 王興階為首 在三兩年前島上的引導下 訪達現場 而群眾則在引導人員要求下 坐下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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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他被地鐵組織下午也 帶順兩名警方 參與到現場 協助的移動 而目前警方證明 非法協會為理由 要求群眾競賽 這場街頭的遊行活動 從昨天一直持續到 今天清晨五點半鐘 过程虽长但索性没有发生严重 胜利讨厌 不但第一次对答 走开车的带走也会凑复烧费 可惜又被纠缠人员拉开 不过在游行指挥车前 有一批为数四五百米的群众 不愿意照指示行动 而在十点半左右 当四部警卫车经过中山远 会随入口附近的时候 以十块攻击警方 幸好指挥车赶到 将姿势的群众隔离 由于这附近道路去通往 诗林关顶和阳光山的逼近之路 因此陷阱对付设置群马通锁 先因控制掉派部队周围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 警方决定直接驱散行动 正方部队从游客线内冲出 在连续几次驱散之后 有一批众在守卫车行道下 长百年的陈德路向火车站存进 当凌晨一点钟 队伍走到陈德路民生西路口的时候 正方部队再度封锁 同时大兵增原警力远远开入 而且省会官来回转松 仿佛这里驱警方备过一线 游行指挥车则要跟服务就地坐下 于是又和警方行存飞食游泳 在僵持了一个小时左右 游行回车小组决定 调整队伍往林寺北路方向前进 并且以呼应器到附近的民众参加 组的队伍在领寸两点四十分 抵达林寺北路团队入口 警方再度调及阵帽部队控锁 于是又行存备置 由于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分拨 人众已经相当疲惫 于是坐坐后卧 但是仍然没有散逐的迹象 4点545分 企业家全球光 现在对峙现场 向服务点楼示意 不过对于在新华当店的两党协商 则不愿意多谈 星辰5点10分 天色焦压 由协商会长回来的代表 在和队色小组讨论之后 由游行总指挥邱一人 宣布协商的过程 并且表示抗争已经受到迹奇的效果 因此决定解散队伍 此时警方的封锁线 也向右边撤开 各县市动员的民进党员 则追逐的通过 一场所要为集统的游行 最后终于以平和收场 大家看到这个影片 跟你想象的历史不一样 我觉得很激烂的吗 那回到刚刚 那你怎么看待现场的讲话 你还会觉得民进党参与七次修宪吗 下一页 但是我们看到非常 我说被遗忘的光荣抗争 这个是你到民进党官网上面去找 民主禁务党大事年表 那这个3月21号 3月16号 启动人民支线限改改造电车 3月21号 人民支线会议通过台湾宪法草案 4月15号 宪政危机处理小组 举行扩大干部会议 会中决定 国民大会党团全体 匯出国大领事会 打一个问号 这是民主禁务党 在自己的党史上面打一个问号 如果各位现在上网去看看问号 还在不在 我注意他很久了 好几年的 这个问号一直摆在这里 会不会因为我演讲的关系 把它删掉 所以怎样 民进党当时有没有推出国大党团 有啊 那个民主党就是这样讲 当时的记者 其实他的那个报导 那是老三台时代 一定是站在国民党的角度 包括说做一些嘲讽 分化等等 那但是 拜托 一年前 我们怎么能够再忍受 七百个皇帝的压榨 台湾人民已经不同意 不愿意接受老国代去选总统 怎么还会同意老国代去休闲 那民进党当时的立场 当然是抗争啊 我必须坦白讲 我的理解 这是整个台湾战后民主运动的过程中 最接近革命的一刻 就是 呃 其实是十几万人 二十万人 在街头 十几二十个小时 没有固定 没有寄定的路线 目标 就邱一人就带着大家在台北市 绕了大概十四公里 就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那就是警察躺在这里 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警察再躺另外一个地方 这些人去 到最后 最后到清晨的时候 在林森北湖那边 还有大概四五千人 不是四五千人 是拿着棍子的 就是当年上街游行 因为怕被警察打 那时候的概念 并不是说 手勾手 非保理堂正坐下来 不是 那时候是 就是 警察如果打我们的话 我不能够白白的让警察打 还是有四五千人 他的棍子 在林森北路 但最后 其实各位可以去看一些历史 呃 国民党就是派宋楚瑜出来 那宋楚瑜当时代表林登輝 那就是 主流派 怪用的做法就是说 呃 我们的授权 我们党内 给我们的授权 就是直到几点为止 过了几点 你民党的群众如果不散的话 军队就会出来 正严 那就是好不存的事 那 不是离得会管你了 那就是用这种量子 你也不晓得他讲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阿范城 是 当时 你是邱毅人 你是 民党的 选择成员 你要选择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原因 但是 你可以说在那时刻 呃 整个反对党 就是选择了 那就是选择了分歧付款的民主化 而我们今天所有的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台湾人有了自己的国会 仍然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宪法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在那边辩论什么话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叫做中华民国 不是叫做台湾 关键是宪法体制 那他一旦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体制 最脆弱的时刻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 老代表当了四十几年了 然后最后 现在可以怎么走 再往下 老代表决定了什么 我刚刚讲的 就是 国家统一界 然后 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一国两区放下去 再往下 所以九二年七月十六年 那因为 那因为 第一国 先把 抱歉 伤痛 第十一条 原来是第十条 当年的第十条 后来一条 我原封不动 变成第十一条 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兼人民权利 义务关系 及其他事务之处理 得以法律 为特别规定 那就是他一方面 把一国两区放进去 一方面埋一个扶笔 就是要定 两岸人民的管制 再往下 所以九二年 七月十六号的时候 立法院就根据 憲法针究条 委定了 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第二条就规定说 中华民国包括 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 那 郝博村 当时的行政院长 提出了总说明 就说 这个 三十八年大陆文献 大陆地区 是中华民国的文明土 大陆地区 人民 与台湾地区人民 同为中华民国国民 那是一个一国两地区的关系 所以 今天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就在这里 那我们说 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 阿基里事件 就是说 因为他跟我们的认知 跟台湾人民的 整个民主的思潮 是相配的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民还不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 这个国家的主权者是 全中国 至少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是这样子 再往下 所以我说 台湾的民主化 尚未完成 那 我们民选了六四总统 但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宪法 那 国会已经巴士的全面改选 但是我们仍然受到统一 跟英国两居 这样的限制 下一页 好 那这件事情 我言中 我说 走不出一国两居的 台湾民选总统 岌岌可为的台湾主权地位 下一页 那这个是 马英九的讲法 他 这有点反逢 2012年呢 马英九拿了689万票 他说 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要推动两岸人民发展 我们所说的一中 当然就是中华民国 依据宪法 中华民国领土主权 包括台湾跟大陆 目前政府的资权是台湾金嘛 换言之二十年来 两岸宪法的定位就是 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历经三位总统从会改变 所以他就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根据拯救条文 定位就是一中两地区 那各位会说 这个是马英九讲的啊 马英九不是下台了吗 下台了就没死了 下台就没死了 我们开始下一场 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并且其他相关法律来处理两岸失误 这是谁讲的 蔡英文的旧职言说 那对于这个旧职言说呢 蔡英文任命的海基会会长 田洪宝解释说 田洪宝实在是跟中国交心 就是说你中国不要批评蔡英文 不接受九二共识 蔡英文已经讲了 要根据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处理跟对岸的关系 他说蔡总统只差没有念出 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条文 其实他讲的已经 胡下与九二共识 这是田洪宝讲的 那田洪宝是谁认命的 蔡英文认命的 照田洪宝的讲法就是 其实蔡英文讲的就是九九六四 超越九九十四 那田洪宝说只差没有念出条文 国家统一啊 台湾地区啊 大陆地区啊 大陆地区值 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央国民 所以 这个就是 一国两区 那个 马英九之所以 振振有识 然后蔡英文还在那边 就是偶断失联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偶断失联切断 所以要废两岸人民关系调理 这个一定要把它废掉 那民进党团的两岸地区协议建筑条例草案 还是一样 还是规定说 本条例未规定的是用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人民关系调理 又回到一国两区 那我要说这件事有多严重呢 大家会讲说这个就历史文件 不是这样吗 前一阵子不是川普 就是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吗 那新政府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那但是后来川普还是跟 台湾跟习近平通的电话 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那自由时报会告诉我们 自由时报会告诉我们说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跟中国的一众原则不一样 各位不用太担心 那有多不一样呢 美国国务院会跟我们讲说 美国的一众政策 包括美中三公报跟台湾关系法 这四个清楚 那其中1972年的上海公报呢 提到说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人的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意义 那所以 这个还是目前美国官方的立场 就是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 你会说美国只是 就是他并没有讲美国立场 只是他认识到台湾跟中国立场 但是包括我们 他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各位要很小心 这是美国的立场 所以 所谓美国不希望 台海双边任何一方 片面改变现状 包包改变这件事 所以这个东西 目前仍然持续的 你会说 这个是1972年 这蒋介石的立场 不是台湾人民的立场 那你可能会说这是1992年 那这个呢 2016年 欧巴马在现任的 年终记者会的时候说 中国和美国世界 以及台湾都有长期的共识 就是不改变现状 中国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但中国也承认 必须将台湾视为 是有一套发展方式的实体 来接触交往 台湾的同意 台湾人同意 只要能以某种程度的自治继续运作 他们不会要朝向宣布独立 一个中国是他们国家概念的核心 天啊 那各位接受了吗 那不接受了 但是换一个角度 就是这个是欧巴马讲的 这个是欧巴马说台湾人如何 然后1972年的上海公报说 美国政府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如何如何 台湾人自己没有讲话 台湾政府是否曾经清楚而且持续的 向国际上表达要做为一个不同于中国的国家 那我想这个地方也是跟刚刚小新讲的事情也有关 就是 基本上我的看法我同意 台湾已经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说 台湾趋近于是一个国家 没有必要再透过所谓的著名自觉 来宣布 不是说要透过公民投票 透过著名自权投票 台湾才可以是一个国家 不是 我觉得台湾已经是一个国家 或接近是一个国家 但是有一点 你自己 一直以来说不清楚 为什么说不清楚 这在讲什么 这在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这在讲什么 这在讲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在讲什么 这在讲台湾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自己對公民投票這件事情的看法是 法律上不必 就是台灣要成為一個國家 不是說一定要公民投票 著名自覺才能夠成為一個國家 法律上不必 但是政治上公投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 但是公投不是說 並不是說你公投了以後你才是一個國家 而是說透過公投跟世界上的人講清楚你真正的立場是誰 澄清這些不清楚的地方 時間的關係 我要把我一些關鍵的立場做說明 所以廢神廢良案條例這個運動是重要的 那我們說要到台灣國民主權衝撞中華民國憲法 為什麼我們說從廢神跟廢良案條例 廢良案條例大家應該已經可以理解了 因為它就是一國兩區在法律城市的落實 所以就是要把它廢掉 那為什麼要說從廢神開始呢 廢神重要不重要呢 神不重要 神就是盲長 廢神重要不重要呢 坦白講廢神也不重要 廢神不是目的 廢神是手段 這個手段要達到什麼目的 就是要讓台灣的國民主權去衝撞中華民國憲法 簡單講 我們剛剛不是說你要修中華民國憲法要四分之三 那很難嗎 而且現在不只要四分之三 你還要公投那個絕對多數了 贊成的人絕對多數了 那多難啊 那我們現在有什麼 就是民進黨基本上還是我們支持出來的政黨 雖然對他有很多批評 但是基本上民進黨還是代表 就是幾乎是半世紀以來成的民主運動 大家對他有些期待 那有二分之一應該做什麼 你可以修法 所以第一個你把省備料 把台灣省政府的 我們的主張就是 把請立法院把台灣省政府 福建省政府還有省支議會的預算 通通刪掉 修正地方制度法刪除第二章 省政府跟省支議會的規定 那這個只要立法院過半處就可以了 簡單多數贊成多於反對就可以了 甚至十一票贊成十票反對就可以了 那三調以後就會怎樣 就會抵觸中華民國憲法 就會跟中華民國憲法 就會跟中華民國憲法第九條的 省政府跟省支議會的規定提出 那我這時候我們要來呼籲大法官 尊重台灣國民主權的行使 不需要理會憲法的規定 不要宣告違憲 反之如果大法官宣告違憲 那就證明中華民國憲法的條文 不當限制台灣國民主權的行使 我們再來號召全面憲改 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新憲法 這個是台灣省政府的網站 這個是福建省政府的網站 他就是其實已經是完全是盲腸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剛剛小新講的那個 美國台灣民政府 在318之後 318不是占領立法院嗎 他們也占領台灣省政府 他占領台灣省政府 沒有人就是沒有人理他 那個就是北京中國呢 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態度 那那個國民黨政府也沒有怎麼樣 警察就拜託這些人趕快離開 我要講什麼 就是說 這個盲腸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今天宣佈台灣獨立 或者他可能一起的相當的國際的反應 如果是一個量 但是我們今天廢審 歷史上證明說 反正你就佔領了台灣省政府 沒有人理你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盲腸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盲腸 去證明說 我們不用受中華民國憲法的拘束 台灣國民主權的行使 立法院把省廢掉了 抵住了中華民國憲法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你開始做了一件事情 你可以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的某些不合理的規定 當然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還是有一些憲法的基本規定 比如說 軍人不能干政 要保障基本人權 國會必須定期改選 這個你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憲法都是這樣 我們當然要遵守它 但是裡面什麼一國兩區啊 其實怪怪的規定我們要挑戰它 最容易挑戰它的阿基里事件 最弱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省 因為已經沒有人把省當成一回事了 這張照片就可以證明 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 去創造一個不甩中華民國憲法 好不好 就從這裡開始 那這個就會抵住 憲法抵抗台灣地球 那如果大法官不宣告廢審為憲 那就是說 欸 台灣國民主權的行使 可以挑戰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些不合理的規定 大法官還是不會宣告違憲 如果你這一關過了 我們下一關就來挑戰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就抵出一國兩區 如果這關再過了 我們就來定國歌法 憲法有沒有規定國歌 沒有 這關如果再過了 我們就來定國旗法 小心點我畫個圖 青天白天滿地紅 其實 欸 你就不要青天白天滿地紅 就 看能不能挑戰再規定 這個再過了 定靈圖法 國旗法 誰是 中華民國國民 再下一步 定靈圖法 再下一步 制定國奧法 看你要叫做台灣共和國 或者是台灣社會民主共和國 那如果大法官宣告違憲 那剛好 這就說明了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不大限制台灣國民主權的行使 這個時候就是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新憲法的自憲時刻 簡單講 今天修憲這麼難 你如果不去挑戰它更難 那你就要去挑戰它 你有國會的過半數你可以做什麼 你就去修一些法律去挑戰中華國憲法裡面的不合理的規定 基本上這個運動 就從廢神開始 我們希望接下來立法院開議了以後 可以來訴求 拜託各黨立法委員把台灣省政府的預算 福建省政府的預算刪到 那 再來 就 好我簡單很簡單講 最後一個 就是 肩下就是廢台灣地區與大國地區的民關係條例 那對於中國人的往來規範 在定位上我就把它從特殊的本國人 變更為特殊的外國人 比如說外國人入出禁要什麼法律規定 不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入出國籍移民法 那入出國移民法 你會就定一個中國人入出國專長 這樣就好了 那同樣呢 你有一個外國人投資條例 那就定一個中國人投資條例 公司法有一張叫做外國公司 後面再定一張中國公司 這有什麼難的 那同樣的這目的就是要挑戰中華民國憲法 拯救條文的一國兩區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的結論就是這個 9月18號晚上7點自由廣場 請大家一起來參加 廢審廢兩岸條例的行動 我們要廢除一國兩區 終結歷史錯誤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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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 好 然後很多人都拍一張 我多少都要看 好 因為時間稍微拖得晚一點 好 我們延後 15分鐘 大家覺得OK 好 最慢最慢 我到9點半的時候 還是會要請大家一閥的樓上 他們比較晚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 今天大家有問題先三位 那請盡量見到一位 好 請你們三位 我最近看一下那個 那個民事人台灣協談 那個習正雄一位有講到 中華民國獻華首先我們要 把他在全世界的獻華史上 迴歸到大憲章不成本憲法 所以非常明晦 所以我想看家一個 趙基人對這個習鮮球的這個概念 對不對 那我提供的概念是 加大到現在為止 不是四支九 兩支九 連一支九都不到的 華旅獨立 因為他沒有國家名所 沒有國旗 沒有國都沒有國好 全部都是法律定的 那因為我本身在加拿大 1995年的 回谷第二次公投是 49.5 對上50.5 所以現在加拿大的很多的東西 都是因為回谷產生 那回谷的人不承認加拿大 他會被困有國家主權 因為整個150年來 現在在慶祝建國150年 他的國家主權就是 跟我們台灣 我想應該有很多的 類似的東西 以前我不太懂 那現在更懂了 所以我們那個喜倩 喜倩我覺得蠻不錯的 先把中華民國憲法 在台灣實施這70年來的解釋令 當作憲政慣例 然後所有的條文 都當作不承國憲法 這樣或許蘇蘭者一定會適合 那應該還不錯的 他當作要定台灣集會法 領登威好像有戰勝 但是好像沒有成功 謝謝 謝謝 直接往後傳 這是憲法相關的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 非省的部分同時刪除 台灣省的連將 跟福建省連將的現象 還有金門的現象 也關於狂狂 那非省對金馬的民眾 將有巨大的穩積 因為金馬人民投票 一定投訴 對於投訴太多人 那 但是就非省的情況下 金馬民眾的民心向非 其實是 我必須承認金門人士很希望統一了 這個是事實 那 會不會在非省的當天 金門人就說 那我們就更大程度的迎接 那些相關的官方代表 這對證明明都會有巨大的衝擊 我想聽一聽律師對這個說話 好 其實你剛剛後面 那個 就是我點讀上的朋友 大部分都會說 是屬於解釋案 然後 我今天被這個 就是標題就是說 華獨台獨不起來了 就是重點性 可能只有我聽完演講之後 我還是會有一個疑慮 就比較現實面就是 要怎麼讓台獨跟華獨合作 就比較敏感一點 就比如說 像台獨上 如果以解釋案的看法來說 時代的意義是屬於華獨 那 基金黨是屬於 台獨 那要專動這個東西 因為要追蹤這個東西 除了公民的力量 還是要有政治 內部政策的意義 就是比如說 國會議員 那要怎麼 就是要怎麼實行 要怎麼這樣華獨跟台獨 一起合作 對 我倒著回來回答 因為剛剛我有就是 有拉出那個 各黨 各社團 對台灣地位的看法 那 我也有提到說 即使基金黨他主張 台灣地位不一定 可是 你去翻他的主張 他的具體建國作為 他的認識上 應該是現在是在做一個 他那邊叫做什麼 有一個除國家的殼 但是他們在做這個 National Building 的一個過程 那他是把這個 就是講得很長 但反正具體的建國做法就是 世間證明跟露連 跟時代力量 認知到現在是國家 但他們要推動的也是 世間證明跟露連 所以 整票的團體 雖然互相攻擊 台獨跟華獨 但實際上 只有台獨發連線 國連線 他的主張 製作出了歧視性的資格 就是1945年前的 本省人可以共同 1945年後的 必須要用一種規劃 一種 就是重新加入 新台灣共同的這種概念 來去參加 基本上 所有的團體 提出來的 我想大方向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 可能還要再回頭去問一下說 那到底華獨的定義 是什麼東西 可能這個 台獨跟華獨的定義 要不要提起 因為至少就我們目前 把各家的理論 跟各家的團體 和正常的主張 拿出來看 其實大家的方向是 具體做法都一模一樣 那不要簡化到變成說 一個人說現在是國家 或不是國家 就把它當作是 台獨跟華獨的分別 這樣子太粗糙了 太粗糙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省 我認為 我對金門跟馬索的態度是這樣 金門跟馬索 他離中國真的很近 他們有一些資源上 或是行政系統上 或是人民之間的交流上面 他們有可能 會比較希望 靈土是歸進去中國 但 目前台灣 他的這個 政治或經濟的這個範圍 不管是 把它當作是國家 或是政治實體好了 他的範圍就是 台東金馬駐島 這個範圍 那所以如果說 他們今天想要去 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應該要去舉辦的 是一個 脫離這個範圍的共同 而不是 也不會是 像他們主張的說 金門跟馬祖是中華民國領土 所以 他們沒有全力管理 台灣的這個部分 那 省的部分呢 福建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 每一年大概花 台灣人3億的納稅金 錢是用在什麼 是用在一些文化補助 還有一些活動補助上面 這樣的補助 對金門跟馬祖 如果 費省了之後 這個錢 對金門馬祖人 來講是個損失 它可以 另立在 東華民國現在的 行政體系當中 也就是回歸到 立法院去做 就是說把那個 行政系統 就 單一化 把這個重疊的省 給完完全全的飛掉 這是符合台灣的 立法跟行政的一個 憲政體制裡面的 應該是說符合台灣現在 政治的現實 台灣社會的現實 那 我想的問題應該是在 經費能不能夠 再 這個 移轉過來到 我想應該真正的問題是這個部分 對這個運動 對這個運動 因為只要 在退休費省的過程中 金馬有不穩定因素 那麼就會對這個運動 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 台鴻金馬 金馬很小 人很少 但在中華民國國民進行中 有25%到50%的重量 因為大家都知道金馬 他的 所以說只要金門 有風吹草動 對這個運動 會有蠻大的負擬影響 我要講的是這個 那 那金費他沒有問題 要把神砍掉了 那錢給憲政 我們剛剛都不一樣 這是一樣的 對啊這是一樣的事情 我要講的是這個 阿妹 我的看法是影響有限 最主要是 我們的主張是 廢省政府跟省市議會 那基本上 坦白講他已經是虛極化的東西 真正金門馬祖的人民行使 他的公民權 跟他的政治權利 最主要是 就是選金門縣長 連江縣長 還有金門有習立委 連江縣也有習立委 雖然那個票票票不得了 但是 那票票是被嚴重高估 但是 只要這個東西維持 對金門馬祖的公民權的行使 坦白講影響是唯不其為 同樣道理 你把台灣省政府廢掉了 你說對台灣省政府底下的各個縣市 他們有沒有感覺 其實已經敏感了 他真正能夠 就實際上他在請使的職權相當有限 你去看他的預算就是 選一些什麼芳草人物 好人好世代人 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那這第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剛剛那個 關於那個徐清雄老師的看法 我覺得某個程度 我可以接受 就是過度性的可以接受 也就是說 今天就是 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灣人民自己訂出來的 然後他有一些殘存的規定 是非常不合理 但是限制了台灣國民主權的行使 那你怎麼辦 就是等於是一個 漸進式的廢線或者是自線的運動 而在這個中間的過程裡面 在這個中間的過程裡面就變成是說 你今天去看所有的中華民國憲法教徒書都會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 槓性憲法是成為憲法 就是以這部憲法點為主 那可能我們就漸漸要把它倒過來就是 開始有一些大法官會議 開始有一些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是 推翻中華民國憲法一條文的 比如說廢審 如果真的被我們廢審了 然後大法官宣布說 廢審不違憲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 第九條第二下是什麼 那你就變這邊 他就不是那麼剛性 不再是那麼是成為憲法 同樣到了一國兩區 這可能是一種過渡性的做法 我同意這是一條文 應該不是過渡性 但是他解釋應該就是說 憲法是 大憲章以後全世界一代 現在還有三個座的國家是 不成本憲法 那我們現在走這個成本憲法 是走美國 美國憲法還是沒有幾條 就是美國是有很多修憲 但是他的修憲是很少的 那都是解釋令 那我們現在解釋令 只有到七百多條以來 如果我們解釋令 已經到一千條 或是三千多條 那中華美國憲法就通掉了 所以是憲政 言語憲法學 大憲章以後的 那些都是高於中華民國的任何的標準 那像加拿大 那現在國家沒有憲法 但是 像今天 那個不是台南行為 生意的小孩子 那加拿大國民有回顧了就不進資 所以是憲政學 絕大於憲法 那不算是大於成本 這個可能就是 可能還要花時間辯論 就是我說方向上 你可以支持 但是你最好還是會痛 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在一個自憲運動中 就是因為你是一個自憲運動 你是一個自憲運動 所以 可能一些 就是還是會有一些關鍵的東西 你必須透過 公布你的成 新的台灣人的情文憲法 這個能不能完全被取代掉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了 好 請等一下 我們等很希望你們可以 抱歉 我得控制時間 你知道 他們有可能一位 請來問兩位 邀請兩位 我剛想到的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兩岸條例廢掉當然是可以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公務機關他們在運作的時候 是根據那個然後在下面的 掩飾那些法律 那你現在把他廢掉的時候 那 中國大陸人民 在法律上是不是也要給他一個定位 不然的話 那些公務機關會突然之間 不知道現在會要做什麼 那如果他們入關的話 是要依循哪一個 法律 比如說像這樣的東西 那是不是要變成 我們是廢了原來那個沒錯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 又創了另外一個新的兩岸 兩岸關係條例 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還是說 還是說廢掉以後 中華人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 就是我們就直接視為外國人 可是如果這樣 可能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兩岸關係條例 他是雙面的人 他有時候是 有時候他可能是 對於中國人是 其實是更嚴格 比一般的外國人更嚴格 那如果我們直接把他視為 外國人 那是不是 他們本來 我們本來有一個防衛機 知道就得把這個防衛機是拿掉 那我的疑問是這個 謝謝 好 然後 教授請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其實在我來這邊 今天來這邊之前 就是我所以為的 那個在講華盧這些事情說 其實並不是以說 就是主權的認定 而是說 呃 制限之後 我們到底 要不要證明這些事情 因為今天聽起來好像是 今天講到好像是 自限證明的事情 可是 呃 我感覺好像有那麼一群人 他們就是 覺得教中華 如果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可能覺得現在的狀況 好像必須要自限 就是修憲或自限之類的 那這樣 像這樣子一群人 呃 在 那我們應該怎麼 就是想 如果想要自限證明 我們走這一趟 我們怎麼看待他 或者說 我們能夠 我們睡不開 這個問題 好 謝謝 好 呃 剛剛時間的關係 說 就後面我沒有 呃 說明得非常清楚 那剛好這位朋友的提問 呃 這是我們完整的主張 就是 欸 對 廢了兩岸的民關係條例 那 該怎麼辦 因為兩邊還是會往來 它的往來的規範是什麼 那我們有三個主張 第一個主張呢 齁 對於中國人 我們過去是把它當成 特殊的本國人 就是大陸地區人民 那接下來我們認為呢 廢了兩岸的民關係條例 應該把它定位為外國人 但是是一個特殊的外國人 什麼樣的特殊呢 因為這個國家在台灣有領土主張 就是一個對我們有領土野心的外國 那 過度階段 可以制定 中國關係法 但是這只是過度階段 長遠而言呢 呃 我們的主張是 要回歸法治國原則 比照外國人的法律規範模式 由國會制定 專法跟專章 而且要更嚴謹 就是用通俗的用就是更嚴格 因為它對我們有領土野心 那怎麼規定呢 不是說比照一般的外國 而是比照法律的規範方式 比如說公司法有一張 我們的公司法有一張叫做外國公司 那在後面我們就定一張叫做中國公司 原則上一般規定可以招外國公司 但是因為它對我們有領土野心 所以我們要定出更嚴格的規範 那這個時候可以參考 目前兩岸人與關係條例的 一些相關的行政命令的規定 但是它的問題是 它都是行政命令 它不是法律 那就變成行政機關說了算 這是非常不好的 就好像前一陣子我們在抗議說 欸中國的那個 情緒可以進口到台灣 那個都是行政機關決定的就OK 那我應該把它拉到法律程式來規定 那規定在哪裡 過度階段當然還是中國關係法 不法律 但是這不是常識久安的方法 真正你要整個 簡單講你到那個全國法律資料庫去搜尋 所有你打外國兩個次 所有跟外國有關的所有的規定 你都要相對應的第一個 那中國的規定是什麼 那你面對中國外國是這樣 那你當你遇到中國的時候 該怎麼樣 大原則一樣 但是因為它對我們有越圖越性 要更嚴謹的規定 那 好 我就先回答到這裡 那個剛剛有提到說正名運動 欸 為什麼 你剛剛的疑問是說 為什麼正名好像是伴隨著跟自限一起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是因為 基本上你要 如果要把中華民國這個名稱 改成台灣 那一定是在自限的時候 逐條的條文的表決 表決完之後可能有第二個階段 那個第二階段可能是i14 沒有就是全台灣人 一起來去決定說 我們是個新國家 應該要叫做POMOSA 還是要叫做台灣 那 這個是一個正名運動的終極版 它必須要透過自限的手段才能夠完成 因為修憲你可能會遇到有限界說 再來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修憲幾乎不太可能 因為剛剛講了要900萬人才有可能 那是不是一直都沒有辦法 在正名運動當中去做突破 不是這樣子 終極的目標是透過自限的手段 然後把正名 新名稱命名 放進去在自限運動當中 但是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是沒有去定說 規定說中華民國的英文是什麼 我們對外的英文其實是沒有規定的 也就是說今天只要我們想要 我們事實上是可以做這樣 前陣子羅茲正和王定宇有定一個法案 他定的那個法案是 我們對外參與國際組織 必須要使用ROC關乎台灣 那台灣的這個自治 如果沒辦法使用台灣 ROC跟台灣至少有治療等治 你會覺得說 這次在中華民國的基礎之上 去做我的一點點小小的推進 然後這個是無效的 或是什麼樣的運運的 不過我覺得正名運動 認真要說起來 有分幾個層次 最高層次就是我們的國號直接去改掉 剛剛麥松昌律師的簡報裡面有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定國號法 定國號法之後 立法院就可以做出一個定國號法 那大法官就會出來說 你這個是違憲 因為憲法有規定中華民國的名稱應該是什麼 那如果中華民國的大法官出來宣告違憲的話 代表什麼 就代表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當性會被抗戰 為什麼 因為他讓我們去讓我們國號改成這樣台灣 這是定國號法來去崇尚中華民國憲法 的正名運動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們再把它拆更細一點 我剛剛講到洛西聖光帝宇 他定的那個法案 某種程度上 也算是正名運動中的一款 那在之前 不過那個我覺得就比較像是國家認同的部分 就是 陳水扁他把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 這個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寫出國家認同內部的一種正名運動 那要不要改入民的部分 那可能就又更不轉成這些有效的 那總之我們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或政治工作者 我們可以做的一些正名運動 你把它再拆細一點就是 我們對外的功能可不可以用台灣 然後我們參與國際組織的時候 可不可以證取盡量使用台灣 不要用什麼魚撈實體啊 不要用什麼台空金馬關稅領域 那國際組織是這樣子 國際賽斯體育的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用台灣 這些都是在正名運動當中必須要去做的 真正的戰場都在這些地方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子 好 就是 面對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所謂的 目前是那個中華國派 就是說 他就來當就是說 欸我們是定新建法 但是我家的移植仍然叫做中華民國 我覺得先不論 就是說 因為你這樣還是會有些 我斷思有問題 就是 國際上很會接受 就是說 因為你會面臨就是 聯合國的那個 那個中華國派 就是 就是 因為聯合國創始會員 還是中華那一波 就是 還是有個事情 糾葛的進 我覺得這倒其次 這個還是很後面的事情 倒是 就是 我覺得 就是所謂中華民國派的朋友 可能要想清楚 其他更多的事情 比如說 誰是國民 誰是這個國家的國民 但是只會想 欸兩千三百萬 兩千四百萬 這個好解決 跟中華民共和國不一樣 但問題來了 大家知道 在中華民國這個憲政體制下 我們有 好像是 好像是 五千多萬的那個 就是 五湖 就是 對 就是所謂的華僑 他們在國籍法的定位 是 就是 無戶級國民 就是 在台灣沒有 一級的中華民國國民 他們還是可以 就是 他還是可以行使一定的 國民的權利 而且經過一定的程序 他可以來台灣一定區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這件事情怎麼解決 那 就是 對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有情感的朋友 可能要想清楚這件事情 這個問題還蠻嚴肅的 就是 所有的華僑 可能他們的政治認同 對中國的認同 對大於對台灣的認同 如果我們也把這些人放棄來說 我承認這些華僑是 中華民國國的權 這四個字 還有 你簽到一些 比如說 中華民國的國戰 就是一些 中華民國的權利 一定 這個問題 可怕 要想清楚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 就 先到這裡 我讓大家 請再掌聲 謝謝兩位 兩位 謝謝